好 歡迎大家收看最新一集的傑出阿孫陸 剛剛在作客歪福多的賽事 二比二打成平手 雖然拿到一分 但整場球場面的演變來說 我們是由絕對有機會拿到三分 而演變成不輸 已經是相當相當之... 我想是存在著很大的運氣 在實際環境上未必是最危險 但是在賽事展現出來的 各種不足 看來似乎 和上屆季最後八場聯賽的下陷 你問我對比之下 放回到上屆季最後幾場賽事裡面 這場球出來的慘況 我想不是更勝一籌 起碼是高半班 在今屆大家這麼有期望之下 竟然還要演出一場比上屆季尾階段更差的賽事 這個落差 我想... 其實近年來我做節目 我都抱著一個比較正面樂觀的心態去做 因為都... 其實罵得太多也不好 但今次真的沒辦法 今次你問我如果沒有一個失望呢 就算上半場領先2比0 你問我 上半場的水平 簡直是一般都可以 如果我不是阿仙奴支持者 我看過這樣的上半場 兩隊又不是太積極 能夠組織到漂亮進攻的次數又不是多 不過... 主隊的屈福特 又流於浪射 你問我是一場... 即是... 都可以是一場... 逼你睡覺的賽事 下半場的精彩很多 不過是別人精彩的意思 OK... 陣容方面 屈福特主隊 科士達 傑高 右下方的房間 其實看球衣號號號 應該是這樣的 電視台也有廢文尼亞 多順 卡沙巴 還有這個... 卡巴斯利 荷里巴斯 杜哥利 卡普組 這些是中場中路 前面他們那三個攻擊中場 就是卡華利 迪路菲奧 韋曉事 加上隔壘 阿斯奴其實是4-1-2-3 的陣式 或者可以叫做4-1-2-1-2 的陣式 門將蘭盧 馬特蘭尼斯 帕巴 戴衛雷斯 和高拿仙尼 就是四人防線 沙卡 就是最墮後的中場 配搭稍微前一點的 斯巴魯斯 和古印導師 奧斯爾 站在兩個前鋒後面 兩個前鋒 就是奧巴美洋 最佳的尼布拉柏 帕地 這個陣容 阿斯奴的球迷 很欣喜 奧斯爾終於服任正選 亦同時擺在斯巴魯斯 看來 大家在三叉擊發揮的效果 有沒有之外的疑問 奧斯爾和斯巴魯斯的兼容性 這場播放馬上讓我們看到 因為這個課題 我們早幾集也有討論過 我也有問過大家 有很少球迷說是可以同時出的 同時出來 上場的效果不是太差 所謂不是太差 在有限的表現中 阿斯奴 這次不是逐個鏡頭說 或者是一些感覺 因為其實 太差 你也不太細小的分析 我想球員知道 球迷也了解到他們 是偏離了本身的水準的發揮 其實不代表他們不知道 或者不理解 斯巴魯斯這場球 在防守上做了很多追前的工作 這個球員 這場球給我看到一個不好的地方 很多時候拿球都要轉身 轉身是360度轉速 這是一個很好擺脫對手的招數 但是你這個轉身 其實 我覺得反而是沒有了之前 那幾場他出到來的 那種叫做 他拿定球 第一時間 就是他熟到其他隊友的走位 他的轉身是更加 現在程度上是保障了自己的控球 其實在這個推進上做不到太多 不過有一個都要讚斯巴魯斯的地方 就是他回來回身追前對手 他都盡做的 明顯看到這個球員 在五波的身體拼搶來說 在英超的水平還未夠 但他願意去搶 願意去追前 是好的 不過相對地會浪費更加多的體力 斯巴魯斯 他也是踢完國際賽回來 不過他其實對法羅群島那場球 是沒有踢的 實際上只是對羅馬尼亞那場球 踢了七十多分鐘 就是這樣 古印度斯 其實兩場法國隊大國腳的賽事 他都沒有上陣 他回來 沙加兩場球的國際賽事 有上陣 對著直播羅陀那場球 下半場七十多分鐘 就受傷 是要被緩出的 沙加那裡 不知道是否有個傷患影響到 影響到賽事後段的發揮 我會這樣看 影響到賽事後段的發揮 我覺得前段都可以 2比0 奧巴美洋那兩個入球 包括斯巴魯斯 拍掉了偉妖士 之後 如果你說有VAR去看 那球是否屬於一個犯規 球證當時就認為不需要看 亦沒有人叫他下來說要看 結果 郭羅來斯利就含揮拆走 推到前場一道 就交在禁區裡面的奧巴美洋 禁區靠左路 奧巴美洋那時 其實已經在旁邊 有三個屈福特的球員 但是他仍然是不知 為什麼屈福特的球員 是很集中不到他的精神 讓他很輕易轉身四天 射手本息 但是要擺殼的是 前面 球證不認為犯規 再跟著的就是 屈福特的手 有第二、第三、第四時間 但可以夾緊 奧巴美洋也不去夾 不知為什麼 這個球可以當成半賣半送 另外一個球 就是所謂 傳遞了二十腳 阿仙奴今場球 幾乎唯一的亮點 傳遞了二十腳 之後再產生了一個入球 我們看到最後的三腳就夠了 奧斯爾一錦區頂頭側 一個很漂亮的直線 他被這個 唯一佳作的馬特蘭尼斯 就作了一個助攻 橫傳地球 那 美洋洋 奧巴美洋 門前就掃入二比零 這個入球也導致奧巴美洋 入了五球 今屆 他依然是今屆阿仙奴 表現得最穩定的一個球員 奧斯爾的表現 沒有想像之中的驚喜 但他也是維持他的水準 是好的方面的水準 這場比賽 這場比賽 整隊阿仙奴表現這麼差的情況下 他是唯一兩三個 唯獨兩三個 可以 比較有好評的球員 他的好評不是真的踢得很好 但起碼沒有大跌波 在他71分鐘的上陣時間裡 防守做不到太多 儘量追 在進攻前面的分球 他淡定 有球員說他最冷靜 但我想說 他這種是他的踢法 淡定 是不是真的這麼冷靜 他亦偷了一個好球 給馬特蘭尼斯作出助攻 其實這個關鍵全球更加重要 他是維持水準 而斯巴魯斯 我也覺得他會盡做 他是維持一段水準 奧巴尼揚 好了 上半仗 其實阿仙奧的表現 除了領先之外 在一個數字上 在一個領先之外 其實這個表現 我覺得已經不太能力了 你說是否要顧慮到 週中週四晚 作客法蘭克福的歐巴塞士 法蘭克福也是歐巴 這一組來說 是阿仙奧的最大對手 雖然他們已經離開了很多人 例如夏娜就去了位斯咸 祖域又去了皇家馬特里 有沒有這樣的必要 仍然是開季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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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是不是這麼快博到殘 其實為什麼不用一個穩定的表現 去爭取一場勝利 這一場球的失陷 首先第一個歸咎的原因 我覺得艾瑪尼是想保留 而正正因爲上半場居然被你這樣 流流的你都贏到2比0 令到他下半場一出來的心態 是更加想保留 更加想保留 雖然被對方追回入球的時間 上半場的尾段沒事 但下半場一出來 頭的15分鐘 大家經常聽見我講的 我講得很醜 阿仙奧的死亡時間 下半場出來頭的15分鐘 糟糕了 新例 兩個守衛是可以站在門上 同時在小禁區邊緣 互相傳球 老實說沒有錯的戰術 你要這樣聽 但你因應我環境 二 如果你說你是不小心 打了Q 那我都覺得反而有半分情有可願 但這個帕巴斯達度寶老師 帕巴斯達度寶老師 帕巴你究竟做什麼 你的球是很明顯 尤其是有足夠的力度 交給你前面的隊友 但是你做了什麼出來 你明知對方的球員已經打過來 這個是一個很不理性 其實你說不理性 在對熱刺那場 他已經出現過 他已經出現過 我個人來說 我不覺得是一種偶然性 而我始終都說 帕巴是一個不錯的中堅 你問我 可能他是英冠級別的最佳中堅 其實是希臘國家隊 他的份量 他的稱譽都不能夠問努拉斯 這就是我自己的看法 這個失波發生在53分鐘 大家知道什麼事 專門在這些時間 犯上腦筋上最大的錯誤 在更衣室半場休息 究竟做了什麼 究竟領隊教練賦予了什麼的訓話 提醒 求願 知不知道自己這個腦毛病 半場出來更加要集中 為什麼你的心態 不是去扯多一顆 其實這場球 怎樣算都好 這樣的水平 在英超來說 頂中下的水平 屈福特有這麼多起腳 機會是因為阿仙奴實在太差 鍵得太過不思進取 然後到處想拘捕都拘捕不起來 為什麼不是想這麼多顆 去保障一下形勢 沒有2比0太輕鬆 或者是這麼說 上半場贏得太輕鬆 是害了阿仙奴 可能1比0的情況又會不同 這些都是可能的 真是 唉 真是 那你說到最後81分鐘 被人追回2比2的球 因為大家都拖到空了 你被皮尼拉這麼有技術的球員 拼到他 在禁區頂 他一定嘗試拼多一步 濫入禁區 拼你踢跌他 這個大衛雷斯 老實說 這幾場球中 都被人送了兩個12碼 不過這個球我又 不是太怪大衛雷斯 他這次技術性錯 不是直接導致到輸12碼 但是你看看下半場整個形勢 屈褲塔 有更多的機會 是可以拿你命 只不過那些更好的機會 他們把握不了 我只看迪路非 我踏到禁區左路那邊的射門 其實那全場射門 差不多10次有9次 有7次的射門 基本上大部份都是那邊 那邊的形勢是 古印度斯加 馬特蘭尼斯加 帕帕 甚至前面有人回口 沒有 帕比 帕比的防守 真是 這傢伙 也挺偏偏偏 不要跟我說 他主力是進攻的 他主力不是防守的 你問問哥迪奧娜 如果你這樣跟哥迪奧娜說話 你看他罵不罵你 如果你跟他說奇魂迪布尼 和戴衛斯說 班拿道斯說不是做防守 你看看他會怎樣回應你 你看看那些積極的程度 那本曼城也輸球 其實曼城也輸球 才是最震撼的 即是 那個 他控制球 又不第一時間回到 你再拖定一步 你再想回到隊友 隊友同時間 都被對方的球員逼到賣 即是 你強行將互傳的空間 範圍縮窄了 這一下 我就覺得 拍比這場球 待會再說多些 令人搖頭探飾 在右路那邊的防守 完全是失陷的 馬特蘭尼斯 他有時對著強隊 他稍微集中精神 他回身追折 或者落地的攔截 都做得很清脆 但如果球員對強隊 稍微有表現 但對弱隊 就圓形不露的話 這些球員 麻煩你好好地 粉絲一下他 或者是 將他說一說一排 或者是 友澤 我 我真是 醋醋的 友澤 其實如果他是這樣的表現 我認為梅斯達菲 是友澤 在阿仙奴的表現 他踢過右閘的時候 不是太差勁 如果貝林年未服得住的話 下一場 我先放他 馬特蘭尼斯 年輕人衝動 或者是不理性 你就要 訓示一下他 因為你是職業足球 不是你個人表演 現在 梅斯達菲 可以長時間拿出來 這場 另外一個球員要說的是 古人導師 當然 你可以說 之前大家對他過度的讚賞 他不是飄飄然的 但這場球是若有所失的 若有所失的 比利物浦的時候 是一個最高階的展現 最高階的展現 助攻那裡 對熱刺那場 有個最高水平的表現 但這場球兩反 都不行 下半場有一段時間 展現過 剛剛失敗1比2的球之後 但這個 都不足以令他被艾瑪尼換出 因為他表現實在太平庸了 他的平庸是有很多球都不到位 連那些攔截的次數都統計不到 因為你也不倒位 還有個人也是這樣 待會再說 這個被艾瑪尼換出義 上半場 當荷尼巴斯和尼高拉帕比 在邊線的爭執 大家看到古人導師 進去 撥火 加多兩下推撞 最後被罰王牌 很多球迷認為這樣是有火的表現 這次我兩看 你不要拿韋孫雅那種 去跟他比 韋孫雅的骨子女就是這種人 首先刺其一 第二 他很多時候 他五波攔截 自己攔截自己出聲 而尼高拉帕比 收在一邊 你自己走去 加一把鏡去撥火 這些就是衝動不理性 這些要教訓 我認為如果被我下半場 已經換走他 第一 你揹著王牌 就被罰出場 你不拿牌 你會拿牌 這些是不值得讚賞的事情 而對方又不是和你直接碰撞 你無需要那麼火 你走過去勸交 OK 100%是好的 而再對比你這場 博無慎表現 再加些這樣的動作下去 所以哪有可能他這樣拿了牌 為何我們還要稱讚他有火 這些是兩回事 火不是這樣的 我不覺得你火 你推完那兩下 你這個人的勢 出到來 是不是那些凶狠的樣貌 你又不是 你不是那隻人 你就不要做這些事情 你那種火 更加表現出什麼呢 是你因為無躁 你心底裏 知道你上半場的時候 你這個表現硬是不相信 你這個人躁躁 借些位去發洩 不是這樣的 另外一個 在攔截數據上無心表現的 就是道理娜 下半場就是 入體這個的 古音導師67分鐘 以為他進到來 塞住填住會好些 但我發覺 自從你說 如果放在三個中場 或者把道理娜 放在中場的右側 而不是放在中間 道理娜 基本上沒有一場好球 沒有一場好球 那館 大家仍然 有些球排 是保持上界最精彩的印象 一路代代代代 代到來 現在都說道理娜就好 他比古音導師好 比沙加 但你問我 這幾場開季 他這樣的表現 這場球除了在禁區裏面 接應尼高拉帕比 玩到塞了球 而他第一時間 本玻璃抽了一棒 省中斌科試打 之外 其實還有什麼出彩的表現 沒有這場球 大家看看他67分鐘 上來有20多分鐘 基本上他的防守數據 我居然有沒有網站看到 是沒有的 一次那個是甚麼 沒有的 我都不說那麼多數據 這個球員 如果他擺右路是不適應的 我為他說話 大馬利 你可不可以擺回中場中間 他拍沙加 或者拍古音導師 或者拍斯巴老師 你擺回中場中 再看看他的能力 明顯在右路上下 他是不適應的 他不是這種球員 他的技術不足以在小範圍突破 你踢邊線 是比較差的 中場上上下下 而他那個 勤力的程度 我覺得都是比以前差了 這個球員下到來 居然是沒有作為 三個後備球員 偉諾克下半場出到來 頂替斯巴老師 我覺得斯巴老師 我贊同有些球迷的形容 是早換了出來 這個太早了 我認為他起碼可以堅持到十分鐘 嘗試上他國際賽 又不是踢足 雖然這場球他這樣追前 是會比較浪費力一點 OK 換祖爾 是否逐約之後 人就淡定了 這場球下來 他做甚麼 他是由他一貫慣常 從後場推到前場的能力 有下還推到禁區 推到禁區 我多希望重現上屆歐霸決賽 臨美上陣那些 拐回大位射門 誰知他是推到腳遠 被對方攔截出來 他在防守的時候 以利物浦那場球為例 是他最高階的 最高標準的一個體驗 往往塞在禁區頂 中間偏左的位置 當時他這個 是大力地防範到沙納 用左腳拆回大位 埋中間的一個路線 他做得很好 但這場球 這場球 稍有不同的地方 就是對方的攻勢 多數集中在左路 而且他們很快去到哪路 再回到中間 第一時間的射門 有很多這些 卡華利 迪路菲奧都是這一種 各自都射過七次門 卡華利比較偏向中間 而迪路菲奧是偏向左路 所以 韋路菲奧下來 他好像沒有一個要追前的對象 或者一個防守的區域 他不知怎麽算 那你教你艾瑪利 你在做什麽呢 他落到去 你是想他進攻 進攻你擺他前面等 或者索性你當他一個前鋒 他可以的 但理由不是 你要他上上下防守 防守的時候他沒有目標範圍 這個兩體 因為其他球員都倒閉了 都沒有得很好配合 另一個入體的 就是七兩一分鐘的尼爾遜 就是入體奧斯爾 奧斯爾這個時間 被換走 不奇怪 他真的差不多了 問題是 你換入球員的效果是怎麽樣 尼爾遜 他都是一個有速度有技術的球員 我看完這場球 另外一點的就是 除了整體表現失色之外 就是在一個新人那裏 我們開季以來 看到幾個新人 委洛克尼爾遜 古音導師 全部都是有表現的 我們很欣喜 我們的梯隊 會有一個 建立出色的後備陣容 或者可以 輪满到保持實力 我們也看回 對面Celsea 他們艾巴咸 或者萬治 一拿出來要用 就肯定他們的實力 肯定他們的實力 他們的能力 打他們 踢正選 他們也有表現 為什麽 我們一班新人 會這樣 落到場 不知道怎麽做 不知道做什麽 你會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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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覺得 屈福特 暫時來說 已經沒有上屆的 那種 體能的迫搶 那麼厲害 已經看下去了 你也過不了 五五波完全 虧了 或者擺奪不了對方 球員 也落到場 不能跟其他隊友做背後 奧巴美揚 拉空這位 讓你進去 你又要走 人堆 你想怎樣 後備球員 不知道怎麽做的時候 我又想起 好像雲家 最後幾年的年代 換人是為了換 基本上 你說有什麽計劃也好 浪費氣 是吧 沒有的 不是這樣 這幾個球員 後備球員 這些年輕人都不是這樣 這個是新人 讓我們落差這麽大 又令我們失望 至於你說 可以整體的演出來說 下半場是更加差 你比對方射了三十幾次門 對方的控球 對方的全球次數都比你多 而這一場球 沙加的全球次數 我記得是五十二還是五十四次 沙加只是傳了五十幾次球 幾空球 他可以抹到六七十 他都傳球這麽少 奇怪 沙加不過這場球 他其實 不計下半場 最後段的時間 他舉報為姦 可能受傷 其實他做 他的防守數據 基本上 防守的能力是不錯的 是不錯的 攔截次數比一中守衛還要高 反搶的次數也不少 這個我們也看到 基本上一波分多鐘 他攔截已經做得很出色 這場球 沙加的防守是不行的 問題是 有些球迷說他機動性差 那樣東西就是 移動的能力慢些 所以一受壓的時候 禁區頂上 比對方任意妄迷的射門 其實 杜哥利在最後階段 自己由後場引球推進 撇傳右路 再接應 以至於伊斯利紗莎莎的傳宗 禁區裡的撞射 如果不是射了地球 以及角度沒有太多 這場球 阿仙奴會全失三分 另外一點 有些人說 伊斯利紗莎莎換到進來 比尼古拉柏比更好 為何會這樣比較 第一 伊斯利紗莎莎上界效力雷欣 在歐巴輝對國阿仙奴 尼古拉柏比效力離義 同样是来自法甲 最重要的是 跟阿仙奴率先扯上关系的名字 这两个球员是伊斯·美拉·沙亚 接着才出现尼高拉帕比 这场球对方 换得他上场 用得着他 他在禁区里面有那次射门 亦都在边路产生到威胁 这是另一个比较 第三项就是对巨星的失陷 尼高拉帕比 他到底在踢什么呢 这场球 当然我们还可以给时间 不要断章取义 我不是就这样断定了他的前途 而是这场球 这场球是他加盟以来 我们看到最差劣表现的一次 你往往去到别人禁区的时候 你不知道怎么做 你扭 你不能去了 你才交 其实整个形势已经错失了 你可能你自己最佳的起脚机会 或者是你和队友配合 互传的最佳的机会 你全部一一错过了 翻后防守 又无 大家可以重温赛事 我就不一个个动作 在这里作分析 不过 有样东西 就是他的力量 真的不是很足够 所以就算他过到去到 得停 再转回头的时候 在技术上他没有问题 但真的力量 你会被人从后发 而他的速度也不是高 到像沙拉 所以 他要加把劲 不要想着 这么快就有个老本 给你吃 阿仙奴 不要 你不提升是不可能的 这一场球 如果我们本身赢了 可以上到联赛堡第3位 跟曼城一样 10分 现在只有8分 不断跌下去 在我录影的时候 维拉还没有对韦斯咸 如果韦斯咸赢了 阿仙奴的排名就更加靠后 现在五场球只有8分 对比上届五场球有9分 其实对比上届同棋 我们更少1分 作客可能有影响 但我觉得这个影响 不应该再拿出来做一个借口 球员知道作客 英超有些球员都不是第一次去屈福特 不是第一次去岸飞路 或者 扭卡素 承占市 机场作客赛事 虽然成绩整体不一样 但去到今场下半场 一共被人前后 整场玻璃计 起到 有31次的射门 也有些球迷很快 摆了一些统计数字出来 1996次被人起脚 是全英超或者五大联赛 在这么多队之中 比起它有次数最多 而烂路这一场球 其实也有些事情可以说 烂路这一场球 都尽量去扑狗 他单单的扑狗已经做了8次 但是他传送 做了25次 那么多 龙门整天面前 有生意 奔科仕打 奔科仕打 其实全场球 全球只有9次 扑狗只只有2次 就是这样 奇门如史 很奇怪 这个也是同样再说 中场那个扩压的能力 不够 虽然都有 个别球员 你抽出来看是不差的 但是整体上的扩压能力 是不足以 究竟发生了一个什么的目标 放手球员的质素 始终你仍是差一点 扑狗其实真的差一点 两边杂位球员的用波能力不高 这场球另外有一点要说 说回杂位 就是两边的跌瓦的进攻 那边路的进攻 其实有些事情 很牙烟的 我们看到一个倒退 就是在上届季初起码我们 立竿见影 知道艾玛丽将阿仙奴 变种变为一支 从靠中路推进 以至演变到 以哪路进攻 而哪路进攻是看到的 我们很明显看到那个威力 其实不要说什么 这届下来 除了对热刺那场球之外 没有那场球是能完全体现到的 包括这场球 我不明白 你曾经有过的东西 都是这群人为主 你不去 先巩固了你这些长处 究竟艾玛丽是不是想试其他东西 有些新球员加入 那就试来试去 艾玛丽 你不是在玩FM 所以我个人 我本人这么抗拒 那些叫做 Plan A Plan B的说法 其实是浪费的 你这个教练订了一个Plan 即一个战术计划里面 你根本就包含了几个元素 或者多种元素 多种临场应变的元素 甚至乎 你无论 你每次都叫A B C D E 这种形容 但是 你最恒常稳定到发挥的那样东西 你自己走过去摧毁 高拿仙尼究竟在做什么 你今场球做工 马特兰尼斯 今场球的传送完全是失准的 其实他为什么怕了屈福特那群球员呢 有脚球应该是上半场的时候 我记得 戴卫雷斯在禁区左路那边 一个大脚的传送传回来右路边线的马特兰尼斯 这个球是个高球 我相信要是你用脚面贴下来 或者是那个贴近边线的站位 你可能需要用胸口控下来 老实说 对方的球员又没杀到迈尼斯这么近 一个职业球员应有的伎俩 这些球员不应该拿不到 他就是控不到球 出界 我甚至乎那一刻我看完这个现象 我觉得戴卫雷斯可能是 查一下你的水准 考一下你 结果就糟了 马特兰尼斯 一再重新 他这场球的表现足以令他下一场 暂时要输一输他 我建议尝试一下给梅斯达菲上陈 梅斯达菲上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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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暂时看到不是那么坏 可以尝试一下 在中场中路的推进 如果你想维持稳定的 不如 不要紧 走回旧路 那些《沙嘉》把《杜里娜》撤 Entwick hacerlo 杜里娜 因为导里娜 当然他用来io 他觉得在 rotates とか 薄館把杜里娜的 declan 确定回想 就是 買อร์ therapy 龙斯达菲上陈 还有扙索 但这只是 尬性特코 最重要的 棚子 我從來都不認同那些 一有事就找了沙加 沙加全身一腳球就把他放到無限大 這場球你看得到 整體都踢得這麼差 沒有方向 下半場出來沒有一個目標 這個是建基於你上半場 已經踢得不太好 只不過對手比防線更差 才讓你領先到2比0的情況下 居然下半場出來放鬆 其實你教練或助教 我不知道龍格寶是否看到 看得到、發聲 大家明白還是領先2比0 不要這麼苛求 我很討厭那些說法 都贏了 不是的 你看到形勢 你領先比數 絕對拿到一個很厲害的優勢 是因為你的優異表現而拿到優勢 還是對手比你更加差 而你僅可拿到優勢 是完全兩回事 你上半場贏都已經贏得不太漂亮 在下半場 完全更加失去過目標 我看到有昨天留言說 為何不用張柏絲出來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值得考慮的選擇 你放下來 放下來 再踢中堅或三後位 一對翼衛反壓前 我想迪努菲奧可能沒這麼活躍 迪努菲的下半場有個很近磅 射門在禁區左路上 剛剛柱邊出界 你被他任意起腳了這麼多次 如果你問羅迪努菲的身價 應該高過尼高拉帕比 此消彼獎的形勢 而你把握不到上半場 無福特還在適應的新教練階段 這三分拿不到真是令人很失望 射門就是要罵 艾瑪利是要負上很大的責任 反而個別球員的失誤 或者整體不好 我覺得最主要是 大家沒有清晰的目標 回想起兩個說法 在近一個星期來說 首先有些記者傳出來 說阿仙奴某些球員 就抱怨 其實不是很清楚 不是很明白 教練艾瑪利的旨意 戰術部署是想怎樣 這個不清晰 又令我們回想起 以往的雲家年代 究竟他怎樣教一班球員 或者下去的時候 一如就這樣踢自己那一套 不是吧 又來這些東西 第二件事就是雲佩斯所說 當然雲佩斯說的話 有很多球迷 一聽到雲佩斯說什麼 都會說他走開 走開 但如果你是一個理性的人 他就是任何人說的東西 你都要聽 雲佩斯 他認為阿仙奴應該踢自己 應該有的本色風格 而不是因應不同的對手 去改變戰術 當然他這個說法比較 籠統概括一點 我們多希望教練 就是因應不同的對手 有不同的針對性的部署 但我個人也認同雲佩斯所說的 在這個針對之餘 你都要恒常發揮到 你自己的球員 能夠演繹到出來最高水平 最高的進攻手段 慣常拿出來用有效率的進攻手段 這個雲佩斯說的沒錯 人家已經看到你開季頭幾場球 長場球也有些不同的 你上屆最厲害的哪裏進攻 上屆季初 上屆季初是你艾瑪麗剛剛來到的時候 你都做得到 為何現在做不到 已經擁有叫做更加多出色的球員 你是不是因為貝林年不在陣中 所以就發揮不到 是不是真的影響到這麼大 但到二次那場你又是做到 發生了什麼事 你就是要試不斷變去玩三中場 而不是上防中 三中場 三個中場球員 你又要再重新去做 再重新去擺出來用過 其實有很多球員 你要試的 起碼不是將陣式架構 維持一個基本 你嘗試 就等於祖二位落客 我們看歐巴上屆 但是他就是前鋒 亦都有踢中場中路 亦都有嘗試過 這些球員 你就可以放到不同位置 後備進來 你讓他嘗試一下 或者正選你讓他嘗試一下 但這個嘗試不是因為 遷就祖二位落客 就由兩個中場 不是由四個後衛 改為三後衛 不是因為為了這樣 這個除非是斯丹級別的球員 你是維持最大本錢的東西 再去作出微調 再去作出針對性的部署 或者逆位 你可以等於 我作個譬如 梅斯達菲的防守力會好些 對面有迪路菲奧 今場我放3-4-3 梅斯達菲又逆位 其實變相很多時候 他可能移回來的多 可能變相一個假的四後衛 陣式是死的演繹出來 但起碼你的架構就是 你行上你兩邊進攻 起碼你能夠保持到他一邊 就是高拿仙力那邊 高拿仙力的翼衛 很好的阻礙 看那麼多比賽 看得出來 不是 完全沒有了 沙加這場球 正正硬 沙加這場球想放兩邊的機會都沒有 加入了新的元素 大衛路爾斯的 在後防發起的長傳 反攻 其實在這五場聯賽裡面 或者在大衛雷斯加盟之後 其實我們能夠看得到的 這些場面都不是太多 也不是太多 又不是行上一種手段 即是有新的東西 你又沒拿出來用 本身有的東西 你又將它煙沒了 你一直在玩試鎮 這場球其實我覺得你都會玩東西 奧斯爾和斯巴路斯同時間 其實都玩玩點東西 行好 他兩人到場 反而是陣中表現比較正常的 但不代表他兩人到場是可以兼容的 因為艾瑪尼現在還在玩 真的不是玩FM 我覺得你不能這樣去試 希望 希望找回一個穩定的陣容 我第一時間 我個人的願望就是 他儘量先鬥正道里那 起碼你鬥正他 他仍然是這樣的表現 那你不用想了 你可以換另一個 我希望你鬥正中場中路的位置 他會有出色的表現 而另外就是 在邊線進攻 可不可以維持到 維持到 這個 是可以做的 就算你問我細梅 蓋上來 他出過一波差 但你要他蓋上來 他做得到 那高娜尼那邊 現在只有你一個 沒有人跟你爭 你可不可以配合一下他 就算以往是邊路進攻 你中路 你起碼有人在 你不用嚇嚇 奧巴美洋 都一定要拉邊 而三中堅的特點是什麼呢 就是 其實現在 你除非擁有一個 雲迪克這麼出色的中堅 如果不是四後位 有很多中堅 其實那個實力都不夠 即是說兩個中堅 其實實力不夠 而阿仙奴的中場防守 中路既然 也不是說出色得那麼厲害的時候 三中堅 我個人比較喜歡這一套 即是三個人互補不足 其實是好的 上屆也有一個成功的階段 就算你問我 賀定復出 賀定放雙中堅好 還是三中堅好 我也認為三中堅會比較適合賀定發揮 可不可以這樣做 即是你先穩定套路 你先穩定一個上屆 你已經很快掌握得到的東西 你為什麼今屆貴初反而會沒有 是吧 那尼谷勒卡比那裡 我也一再重申 他如果再不提升自己 他發甲的老闆 是沒有用的 是不足夠的 但當然他有龐大的潛力 即是他開了竅的話 他可能變成另一個人了 欣喜的是期望 看到他未來的進步 另外一個欣喜就是 奧巴美揚真的很穩定 在拿卡錫迪受傷的階段 也要他肩負重任 再再再再另外一個欣喜的是 貝林年 迪爾尼 甚至乎已經踢過兩場多的U23賽事 另外馬雲、盧帕奧斯 也已經復出了U23賽事 這條整條的後防線 可以加入在一隊的陣容裏面 相信在調動上 或者後防線的用波能力 賀定的用波能力是不差的 希望可以有個改變 一場球 整體上可以踢到這麼失色的 這個責任一定是教練 因為教練 我們甚至乎看不到 在場邊他有任何訊息 或者一些很鼓舞的訊息 帶進去給球隊 這個是艾瑪利 我個人對他仍然是支持的 我不會說他差勁或者不點的 因為也聽見過 不少球員對他的高度評價 如果他是差勁 他在16年的歐白決賽 如何落後一球之下 反擊利物浦那場球 就是經典的戰術性 還是壓倒高普 你說他沒有也不是的 不過英超 我相信這麼高強度的比賽 空間 包括球員的控球空間也少一點 緊迫一點 即是說 你要變野 變野的空間 其實也不是太大 如果不大刀闊斧 去穩定一套東西 你不斷變來變去 就只差勁了 我到現在看不到阿仙奴是怎樣的 除了熱刺那場球 我真的看不到阿仙奴 他應該有的東西 他慣常進攻 套路模式的模式是怎樣的 身為一支強隊 B6球隊 竟然展現不到出來 你對著一對榜尾球隊 都被人攻得氣喀 這個是 完全是球員不知怎樣做 多於一切 這個不知怎樣做 肯定是來自於教練 希望艾瑪尼不要這麼執迷 其實艾瑪尼對比雲家 他應該多了很多時間 純粹關注球隊 不知是否多時間 想得太好又不是太好 這只是開玩笑 希望可以下一場再來一次 阿仙奴要加油 這場球幸好發生在季初 但是那個慘況 我覺得是比上屆季 那幾場更加慘烈 我想那幾場球 就算輸都沒有被人寫了那麼多腳 就是這樣 希望下場比賽更好 我們下集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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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集再見